他就每个月就给我200块钱 你说200块钱够干啥的 我还不够跟朋友出去洗个澡吃个饭的呢 那我为啥给你200块钱 不就是不想让你出去吗 跟他们成天在一起吗 那现在怎么跟朋友吃饭啊 后期我办了个透支卡 你说哪有透支样事的 还办透支卡 然后那个天天出去吃饭 我就问他 我说你天天出去吃饭都是谁请客呀 都是朋友请我 你说我就纳了闷了 哪有那么多的好朋友 成天请你吃饭呢 然后就有一次他晚上回来 然后洗澡嘛 我就在他兜里翻了两张透支卡 我一看就来气了 我把钱给你管过来 我就是不想让你出去跟他们吃饭 然后你还背着我 办了两张透支卡 我办两张透支卡 那不也是没办法 不你逼出来的吗 你把我兜里的钱 把我那个顶养卡都拿走了 那我出去应酬 我拿搁什么买单呢 我是不没办法 我才办了两张透支卡 这个你们说的透支卡 是不是就信用卡 对 就是信用卡吧 每个月他该用多少啊 几千块钱吧 管不住啊 对啊 这样都管不住他 背着我 然后在外面办 也得跟朋友在一起喝 喝到三个半夜才回家 有一次 喝得都不行了 他朋友给他送到医院去了 你就哪有这样的呀 送到医院 然后那个给我打电话 我去了 然后我还是担心 还着急 你说我还是生气 然后到了医院 大夫一说 现在都已经喝成脂肪肝 酒精肝 然后胆囊炎 现在都是喝酒 因为喝酒喝的嘛 哦 那么爱喝酒啊 嗯 但是通过上次 大夫跟我说完之后 我也不喝了 哦 现在又喝了 喝也就喝点啤酒 白酒不喝了 啤酒不是酒啊 一次喝多少啊 啤酒五六瓶 还说不喝呢 在医院刚出院那天 因为我接孩子嘛 然后我没去接他 我说你在那 把东西收拾收拾 半个出院 你就回家吧 你说我接完孩子回来 我在家做好饭等他 左灯也不回来 右灯也不回来 然后后来 我给他打个电话才知道 一口朋友出去喝酒 哪有这样的嘛 那不我哥们去医院 接我出院嘛 你接我出院的话 你说我能不陪他们出去 去吃点饭吗 吃完饭我们就去洗个澡 回去的时候也不玩 也就是十一点多钟完事的 到家了他不给我开门 我在外边敲了半天 他都不给我开 害他我出去 上旅店住了一宿 那我为啥不给你开门呢 在医院出院 直接家都不回 然后直接就跑跟朋友喝 喝到三个半夜才回来 你说我能不生气 我能给他开门吗 就是因为喝酒住的院 所以出院的时候 要喝酒庆祝一下 喝了多少那天 那天我就喝了 大概也就是两瓶啤酒吧 没喝多少 因为刚出院嘛 哥们也不让喝 你在住院之前 喝酒喝多少 那个时候白酒 能喝一顿一斤左右吧 这这么对比 看来是减量了 那减量了不行啊 跟朋友充电在外面喝 喝到三个半夜才回来 然后喝上酒 就跟人家催催 就说他生意怎么怎么好 哪个朋友有事 跟我知事怎么怎么的 然后那个有一次 他朋友就是着急用钱嘛 就跟他说 说那个有没有钱呢 家里有没有钱 借过我点 然后他在外面 也没跟我商量 直接把朋友 就给我带到家里 让我给他拿钱 什么事都不跟我商量 那你给了吗 那你说他都 既然把朋友领到家去了 你说我也不能不给他面子 好大个男人 我只能给他拿呀 但是我也不乐意呀 你说我们做的 只是小本生意 然后咱们不容 还是给孩子上学用的 然后我没办法 那是不是人家那个哥们 着急用两万块钱嘛 你说人家支撑了 我能不给你拿吗 那我跟你支撑 我要跟你支撑的话 你能借吗 依你的性格 你不会借他的 人家不借了吗 那咱说他没办法 我直接把人带家去了吗 他不借也得借 那你不跟我打上招 什么事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你直接领回家 你就给我面子了吗 那我要跟你面子 我还能有面子呢 就是这样事的 什么事都不跟我商量 直接自己就去办 那个孩子上学的学费 没耽误吧 没耽误上学 耽误了 已经耽误了 孩子上学的时候 然后那个拿钱了嘛 我说你一样那个 打个借条啊 他都没给上打 哥们不错 怎么打借条 我能好意思 让你给打个借条吗 就两万块钱 还了吗 现在还没还呢 哥们不错 怎么不还钱呢 这年都过了 借的时候说的好听 然后到现在还没还 孩子考学的时候 我说你去把这个钱 要回来吧 本来家里就没有多少积蓄 然后他也不去给我要啊 你看有他这样做父亲 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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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